SM幾乎每年都會舉辦的萬聖節派對 一直是粉絲們都相當期待的活動 今年原本預計要在30日舉辦 然而前一天發生了離太苑踩踏事件 都市緊急宣布活動取消 而在事件前 藝人們都在哭鬧該如何裝扮 其中銀河和東海就在廣播節目中討論起裝扮問題 東海表示自己不擅長這些 所以都遲遲還沒有決定好 並開始問大家意見 有粉絲陸續提出尼莫小火龍、網球王子等等 銀河則說自己當天要當主持人 已經決定好了要辦成某個電影的角色 不過原本他還想過要辦成SM大家長李舍滿 雖然今年看不到活動 但在這樣的時機 粉絲們也都能理解這個決定